我穿进破纹里 三个男主一个女主 而我的角色是女仆 别多想 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女仆 我是正级女仆 白天五点起来打扫卫生 晚上十点打卡下班 俗成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最主要是 男主和女主在一起做羞羞的事的时候 我还要在门口候着 你会送毛巾 你会送水 你会送牛奶 你会送奶油 你会送冰淇淋 造孽呀 都不是用来吃的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懂得都懂 本视频有一点长 先给大家送祝福 愿各位朋友 发财被爱 好运常在 发个弹幕 许个早日报复 命苦如我 我早八看破 这是我应得的惩罚 啊我得到了惩罚 这是我室友林林 最近单曲循环的歌 而此刻 她是多么多么的应景啊 我成冰淋 真的成了柠檬味的丫鬟呀 而我们的大女主 软软时是一个皮肤白白嫩嫩 软软乎 长相甜美中 带着一起妩媚 身材娇软一推倒 但这样的人 她的人设是有一定瑕疵的 比如 她在这个文中的设定 就是一个美强惨 有颜值 有智商 就是没有钱 但这样的女孩子 真的会成为别人的掌中之物吗 她本来是全国top一医学院的 一名临床医学生 大四那年 家庭变故 母亲去世 父亲好赌钱 家里唯一值钱的就是她了 她被卖了 买主是全球第一制药公司 长风制药集团的大公子 顾长风 而她一直是个风流成性 冷漠无情的人 买了软软整天和她 做些荒唐事 还要和自己的两个好兄弟玩 这只能证明她 不 行 她一点都不行 我穿来了的这个时间点 有一点点尴尬 已经晚上十点了 我站在主卧的门口 里面的声音断断续续 我听得不真切 人柱中的女仆 估计已经听烦了 但是我一点都不困 我可太想听清了 因为这是我认为 我人生中重大的转变 从一次元变成了三次元 Oh my oh my oh my god 仔细听 长风 我疼 疼 慢一点 阿柯 不能 那里痒 韩哥 别这样 太累了 太累了 男人的喘息和女人的呼吸声 愈发明显 苍天啊 这可真刺激 没有强取豪夺的意思 我感觉几人都挺开心的呀 忽然 里面传来一声 拿一桶冰块 靠靠靠靠 我来活了 反应了一秒 我跑下了楼 飞快地从冰箱里拿出了冰块 然后飞快上楼 我敲敲门 推门而入 我死死地低着头 根本不敢抬头看 其中一个男人 冷冷地命令我 站在那里干什么 你给我送过来 MD谁招你惹你了 空荡荡地清冷 我规规矩矩地 把冰桶放了起来 然后规规矩矩地 退了出去 这个场景里没有台词 但我出门前 看到了垃圾桶的小降落伞 我眼睛瞪大了 一个 两个 六个 九个 十一个 我靠 我太鲁莽了 我这么能说男主的不行 汤可太好了 这出门时柱子 都要被他们三个搞个动吧 第二天我起来伺候女主 我不禁感叹 不愧是Poly的女主 白白软软一推倒 身体恢复得还快 吃了早饭 她精神状态好多了 软软在楼上吃着 从恩国空运回来的巧克力 我在楼下被小花园出杂草 满头大汗 我盯着楼上的女主看了一眼 我发现她眼里透着软弱 她看起来并不开心 她忽然开口 你叫什么名字 陈冰宁 我开口回她 她笑了笑 朝着我说道 你的眼睛很漂亮 我内心翻了一个白眼 再漂亮 不也是打工的命啊 穿了说还是个打工的 真会气 阳台在二楼 软软站了起来 她张开细白的双臂 闭着眼睛 身体微微摇晃 我吓得心里猛跳了一下 怕她想不开 连忙阻止到男人不值得 诗和远方 更值得我们期待啊 你可以单单静静地走啊 那你想想 那些在乎你的人啊 他们会伤心的 你不想被困住 那就不该退缩 你可别做傻事啊 我一连串地说完 她笑着 说你这么害怕我死 是因为过长风 让你看好我吗 我死了你就顶上 我 果然没有更离谱 只有最离谱 还有 这女主什么脑回路 她看着我的眼神有些灵力 没有了刚刚的软弱 以至于我有些恍惚 瞇了你眼盯着她的表情 同时 脑海里仔细想着后面的剧情 原来女主还有一个妹妹 因为脊柱神经受损 变成了植物人 这辈子都瘫痪在床 女主被几个男主囚在这里 完全是因为 她从小向因为命妹妹 用钱来买时间 我盯着阳台的一角 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阳台 都按着两个监控 由此可见 男主这疯狂的掌控 似乎一瞬间 我也知道了 她眼神中透着的灵力告诉我 软弱貌似不是真的 你不是一直爱慕着长风吗 装傻吗 她问我 我紧张地吞了一下口水 回想起昨天晚上垃圾桶的战机 立刻解释 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奢侈 你走了 我顶上 我顶什么 我真的顶上 不出三天我就能累死 您大人有大量 留小人一条活路吧 我干嘛想不开 早八看po啊 如果认真听课的话 下场绝对不是这样 软软听了我的话 满脸的不可置信 她似乎还不放弃 走下楼来 小声的用口型依然问道 如果我愿意帮你呢 我瞪大了眼睛 眼神坚定的 像是冲锋陷阵一样不行 因为我是纯爱战神 她显然很失落 其实不怪她 因为原文中女仆的角色 就是一直想要靠着和女主 有几分像的眼睛上位 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可怠感了 还想着说 不愧是po问啊 现在想想 作者什么脑回路 什么三观 穿回去的话 我第一地为这个作者 傍晚男一男二男三 一起下班回来了 资本家就是好啊 想什么时候下班 就什么时候下班 三个人属于完全不同的风格 男主顾长风冷漠金贵 浑身上下透着高不可攀的冷气 手段很利 是个没人敢惹的疯子 男二良科是个 戴着眼镜的斯文败类 温文如玉的长相 让人觉得和尚好接触 可掌控整个金融集团 怎么会像表面那么简单呢 他背地里就是一条毒蛇 男三进寒 是个身高一米八九 有腹肌有梨窝的小狼狗 比女主小一个月 但这里让女主喊他哥哥 一进门 顾长风就急不可耐地冲进了卧室 男二男三也紧随其后 估计又要做一些什么 怎么说呢 你剖文看多了就懂了 饭是不可能准时吃的 因为大家的心思都不在吃上 啊对对对 他能不吃 就不管别人的死活吗 我真吐了 顾家这么大 只有我一个仆人和一个司机 我一个人当八个人使唤 生怕累不死我 我不理解 我真的不理解 不出意外 房间内出现了断断续续 不可描述的声音 女主软软诺诺的求饶声 从房间噎了出来 不行了 我真的不行了 我坐在餐桌的主位上 盯着碗里的红烧排骨和蒜香生蚝 配合到不行了 不行了 我真的不能再吃了 听多了我怎么感觉这么下饭呢 果然 一个小时候 男三进寒让我成一份 烫他顺手带进去 我微微不耐烦地说道 冰块毛巾啥的要不要 进寒走近了 我盯着线条干净利落的腹肌 不自觉的眼睛直了 他语气不好的 瞪了我一眼 管好你自己 不该问的别问 我回过神来 连忙点头 还听到他嘴里嘟嘟囔囔 顾哥这蠢保姆从哪找的 怎么就知道吃啊 我刀我耳朵瞎了 随后他拖着长腿 仿佛想到什么一样 指了指门口 过来在这站着 没规矩 我真好 看门的来了 每天都能听现场版广播剧 你说我这个位置拍赖 我卖多少钱合适呢 两个小时后 终于 终于开饭了 女主被男二抱在怀里 娇滴滴地 把头埋在了男二的井窝 我们一眼一看 完全没有了白天的灵力 我觉得他在装 那种软软乎乎的感觉 被他演得灵力尽致 我不得不感叹 他不愧是女主 我规规矩矩地 站在餐桌旁 帮他们盛汤 不知道什么东西 在作祟 忽然手一抖汤 全都洒到了男三的大腿上 我吓得要死 心脏狂跳 刚想开口道歉 男三半不经心的语调 详起女人 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苍天啊 2023年了 怎么还有人在说 这么土的台词 他是不玩手机吗 这种话能把人给溺死 软软从男二的怀里 探出了头 故意搂着男二的脖子 假装吃醋地对男三说道 还是喜欢这个小保姆吗 我 怎么戏份又到我这里了 男三忽然厌恶地推了我一把 立刻抚摸上软软的脸 哄到软软宝贝不气了 我怎么会喜欢这种蠢货呢 我 我蠢 算了不气不气 谁蠢还不一定呢 他能说出 女人宁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种话一看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但凡读过两年书 都不会说出这种话 好在女主软软软软移话题 这场争论才结束 他们四个简直是有辱斯文 有辱斯文 动作是这样的 女主坐在了男主的大腿上 把小腿搭在了男三的大腿 男二还要在一旁给女主喂粥 我看到这个画面 我觉得家里的保姆不止我自己 有人骂骂咧咧当保姆 有人心甘情愿当保姆 第二天几个笨蛋男主们 非要去南半球的私人小岛上度假 苍天啊 我真的努力让自己笑不出来 他们四个走了 我终于解脱了 翻身浓浓把歌唱 可惜天有不错风云 早上我被吵醒了 外面的司机大喊我的名字 问我怎么这么磨叽 我顿时脸就黑了 倒没有全黑 因为司机旁边站立一个大帅哥 目测188 身高腿长 宽肩窄腰 容貌较好 最主要的是 他那标志性的西装口袋的钢笔 让我一秒钟确定了他的身份 霸总纹理的私人医生 啊 我柠檬镜不对 我陈宾宁终于不用酸别人了 男大学生我看上过不少 小卖狗小狼狗 腹肌男漫思男 都没有我眼前的这个男好看 我确定已经肯定自己一见钟情了 果然只骗人就是好看 就命 好喜欢 我回到房间飞快地收拾衣服 最主要的是把自己的三件泳衣全部拿上 夏天阳光沙滩帅哥 还有我 哇呀呀呀 我正式宣布我已经有热恋模式 我再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保姆了 我是一个保姆热恋版 私人医生叫楚云 我主动加了他的微信 他没拒绝 我和他坐在坐在四人飞机的最后排满脑子 都在想后面的剧情 楚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好想和他谈恋爱呀 但无论我怎样努力 对于楚云的剧情线了解都太少了 少到我根本想不起来 无所谓 这不重要 因为我会主动出击 如果你问我在什么领域最擅长的话 那我的回答只有一个 舔狗 就在我准备和楚云进一步地了解的时候 前面座位忽然传来了几声哼哼唧唧的声音 我大大的翻了一个白眼 转头对着楚云尴尬一笑 我都习惯了 楚云医生也没问题吧 估计是第一次见像我这样直白的女孩子 流一愣 但随即礼貌地点头 并并有理地回复 这也是他们把我叫过来的原因 就那么一瞬间 楚云医生在我心里的形象又高大了几分 南半球正值夏季 四人小岛上波光淋淋的海水 阳光照射在金色的沙滩上 海风吹起来有一股咸咸的味道 我心情莫名舒畅 男主和女主们下飞机就开始了 部分场合的 我回到了酒店 画上了一套黑色的比基尼 全身上下也就那么几根袋子 我天生比较白 上学的时候出了名的胸大无脑 说实话 在身材方面 我似乎碾压过了女主 因此 当我在游泳池里面扑通水的时候 南三跳了下来 他一把拉住我的胳膊 另一只大掌勾住我的腰 动作一气呵成 我和他的距离一下子就近了几分 我能清楚地看到他鼻翼左侧的小致 还有那双桃花眼蕴含着的波光 不过我不为所动 因为我是纯爱战神 南三贴近我目光的视线 落在我的脖羹以下的位置 他挑了挑眉 台词让我想吐 女人 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那你可以自戳双目 我像一只小刺猬 因为南三的靠近 觉得他更加恶心 但是po文里面 大家都懂 他不在乎我说什么 我越是表现的抵触 他越觉得有征服的感觉 我真的累了 不想和他待在一个空间 对于他这种行为 真的令我恶心 我能明白一点 气纹了 怎么po文里就不配有真正的爱情吗 就在我越想越生气 越想挣脱发脾气的时候 楚云过来了 他围着白色玉金 颇有风度地说道 打扰你们了吗 还是 刚才阮小姐在找你 你要不要过去看看 果然 一听到阮阮找他 像一只小狗一样 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 楚云非常机智地给我解了威 之后 楚云把玉金扔在了泳池旁边 随即跳进了泳池 干净流畅的肌肉线条高大的身躯 游荡在泳池里 令我赏心悦目 爱得要死 他游了一圈之后 头从水里弹了出来 发烧带出来的水 摔在了我的脖梗和脸上 他带着歉意的笑意 说道 抱歉 随即 他的视线落在了我某一个部位 白皙饱满 几秒钟后 他红了脸 真少见 po文里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男生 我还以为都是想男三那种 见色忘义的下头男呢 他红着脸夸赞我 你穿这衣服真好看 我直白地回答 可能是我的胸比较大吧 顿时他脸更红了 虽然我也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因为 我在po文里的设定 我胆子大了起来 我凑近逗他 他看起来手感还不错 楚医生要试一试吗 楚云云比刚刚更红了 白皙的脖梗上面 都染上了一层飞红 他特别害羞地别过了头 立刻慌忙地说道 不 你别这样 女孩子家的 怎么胆子这么大 我朝他玩味地笑了起来 他也明白了我是在逗他 可他没生气 还小声嘟闹 你有一点小坏 我笑了起来 呜呜呜 怎么说人家是坏女人呀 服了 这种娇滴滴的台词 是怎么从我的嘴巴说出来的 真好 他真好逗 我们在这个岛上 待了将近半个月 我和楚云相谈甚欢 一个平常的晚上 我和楚云吃了饭 就各自回了房 可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认床的原因 即便开着窗户 我也感觉着空气翻腾的噪音 夜晚十一点左右 我实在睡不着 拉抬窗帘 坐在窗户旁边 漫无目的地盯着大海 灯光隐隐绰绰 我看得不真切 一个柔弱的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 貌似在往海的深处走去 我只反应了一秒 就立刻冲了出去 软软他想干嘛 软软姐 不要 你在干嘛 经过这十几天的相处 我了解到 软软会在几个男主的面前 故意吃醋 故意撒娇 故意装柔弱 但如果几个男主都不在场的话 他会给我烤饼干 和我说他最喜欢的花式香热葵 他喜欢大海 喜欢下风 只有我们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 我才觉得那个才是真的他 一个没有面具的他 我甚至觉得他身上的气质 更多的是温柔 却也带着一种冷物生气 我心里也明白 我拉不会 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 是因为书中的他 不会想站着好好看看这个世界了 但我从来不多问 我告诫自己 不要和书中的人物共情 我只是想平淡淡淡 看着他们的生活 走完属于我这个角色的剧情 我更多渴望的是 我一觉醒来 穿回了那个早八课堂 把周老师把我叫起来批评 说我读书一点都不认真 扣我一分的学分 但如果你真的让我修手旁观 我做不到 每一个善良的大学生都做不到 每一个痛苦的早八人都做不到 我的力量即便在小 即便我在普通 我都希望软软可以变好 我想拉他一把 我不想看他堕落 即便是书中的角色 睡不着呢 我走到了软软的身边 一晚的海水有些冰凉 我的小腿带来阵阵冰凉 他只是回答下辈子 我想生在一个普通家庭 父母健康 如果还有一个妹妹的话 就更好了 一瞬间 记忆冲进了我的脑海 姓名 软软 家庭背景 母亲去世 父亲好赌 妹妹瘫痪 学历背景 国内top1学院 临床医学大四学生 我愿意帮你 你爱吃蓝莓饼干 你喜欢吃就多吃一点 女孩子不可以穿这么少 对身体不好 重向日葵吧 我不喜欢蓝花 从一开始 我就没有喜欢过 我一点都不自由 过马路 你记得看红绿灯 这些是软软对书中的 我说过的话 他从来没有把这个女仆 当做情敌 而我貌似知道了 软软为什么这样 因为书中软软最后的结局 是立遇而终 一生也没有逃出王龙 我和他都像一只小蚂蚁 在用自己最后的力量 对抗着这个世界 我不知道 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或许是软软的眼睛里面有泪 我受不住 便坚定地说到 这个世界太无聊了 但我们要看过经历过 才决定要不要离开 对吗 软软 我们是朋友吗 软软笑着点头 我回到朋友的话 就是你做什么 我都会无条件支持你 但你一定要在这个世界好好的 软软没有说话 他只是笑笑 然后用手搓了搓手臂 转身回到了屋子里去 天空比刚刚更加黑沉 我也觉得有些凉 转身回了房间 回家之后没有几天 软软依旧会和他们丢 但我站在门口 听不到软软的任何声音 只能听到顾长风 他们几个不断地怒吼声 他卸下了伪装 不再柔弱 不再言听计从 我以为男主会很快 把软软丢下 让他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果然啊 破文的设定 我还是把男主想得太简单了 我听着卧室里面的声音出神 突然门开了 静寒把我叫了进去 卧室里面一片隐秘 光洒落在地板上的衣服 仿佛透不过气 沉闷又压抑 刚进门 梁柯就发狠地拽着我的衣领 目光翻滚的怒气 冷得骇人的声音 在安静的卧室响起 是不是你 你告诉他软轻死了 我瞪大了眼睛 反应了几秒 空气中弥迈着冷气 我没有去在乎 我的脖子上已经变红的痕迹 我的第一反应是 软软还好吧 他的妹妹去世了 我不知道 他从未提起 软软 我在 别哭别哭 我奋力跑去床边 手足无措地抱住了 在床上凌乱不堪的软软 他的眸子中 透露着我从未见过的绝望 他的眼神空洞 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 盯着天花板 没有看我 只是努力地提起唇角 笑了笑安慰我说道 别哭 我都好 我再也绷不住了 抱着他从床上大哭了起来 这一刻的我 再也不想走剧情了 我想用尽我的权力 来帮助他逃离这里 而梁柯卸下了伪装 他就变成了他本来的面目 偏执阴暗 却聪明绝顶的样子 他似乎看到了我的意图 一脚踢开了我 笑着问心疼 好姐妹 那你想不想看看你的好姐妹 是怎么被我们汪的 这句话撞碎了 我对这个世界所有的滤镜 我拼命地反抗 锤打着他 声嘶嘶嘶地吼叫 到最后 我被静寒摁着 抓着我的头 让我看着他们折磨软软 房间出了一声一声的拍大声 就只剩了软软的银刃声 第二天软软起来 他似乎和没事人一样 依旧是中午醒的 和平时一样 喝咖啡 做蓝莓饼干 我抱住他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 安慰到软软 不要伤心 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 他点点头 也会抱住我 他似乎抱得非常用力 只是和我说道 我想吃你做的鸡蛋面 好 我去煮面 需不需要我多准备一些晚餐 软软轻声道不用 这个点他们应该都不会来 我没去问为什么 他们三个不回来才好 在外面工作累死才好 而他们三个男主 似乎真的很久没有回来过了 只有顾长风的助理 回来过一次 来取资料 我打听了一下 原来是公司的对家 绑架了其中一个股东的儿子 要求亚太地区的资人 需要让顾长风 让利8% 我一直都知道 长风制药 最早是靠一些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起的家 以至于他愁家多 对家多 人也格外偏执很辣 第三天中午 梁柯回来了 他依旧温文如玉 温柔关心着软软 仿佛前几天的那个疯子 不是他 软软坐在二楼的阳台上 阳光打在他脸上 洁白的唇角 急腰的长发 他整个人揉美中 透着病态的美感 从梁柯的角度看 他是神明 梁柯的手掌握住他的腰 柔软的唇瓣贴着他的脖梗 他闭着眼睛 在软软身边而语 好像他们是天生一对 谁也融入不进去 梁柯满意的 吻着他的脖梗 开口乖乖 晚上我带你去参加 一个晚宴好不好 软软很乖的点头 晚上梁柯带着软软去参加宴会 宴会是在一艘奢华的人船上 他表面正经商会 其实是接着这个名头来赌钱 我的心口 弯的一直跳 一直跳 我低头盯着手里的蓝莓饼干 眼眶不自觉的湿润了起来 软软说晚上吃甜的 容易长住牙 蓝莓饼干要早上吃 因为这样会有一天的好心情 面会开始了 梁柯位高权重 年纪轻轻就掌管着整个梁家 机能力也新 可见有多大 不多时 酒会上的几个生意伙伴 把他拉去了应酬 宫愁交错间 软软脱离了他的视线 大唐的西侧 水晶灯照射下来 光称的软软的皮肤 更加白皙透明 那张脸简直美丽不可方物 黑色大波浪 红色亮片吊戴裙 他面无表情 但即便是这样 也让在场的许多男人垂涎欲逼 比如 一直与梁家关系 还算不错的谢衡 如果目光会变成刀子 那谢衡恨不得 把软软变成骨头 软小姐 可以这样称呼吗 软软没有理人 他似乎很着急的 往游轮的甲板上跑去 谢衡拽住他 强有力的手臂 握住了软软的腰 毛子更是沉得吓人 他眉宇间透着一种脾气 颜耻丝丝毫不良可比差 也是个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的主 软软皱着眉 挣扎放开我 听话一点 我们谈谈条件 软小姐 我对你非常感兴趣 想让你做我的谢太太 软软像看神经病一样的盯着他 满脸不悦的挣扎 因为动静太大 吸引了很多在场的很多人 与此同时 一道偏执阴暗的目光盯了过来 梁柯满脸不悦的走了过来 周深的气场 仿佛能把人给冷死 眼神狠利的盯着 握在软软腰上的手 他急步走了过来 用又冷又吓人的声音 说到谢衡你在找死 是吗 可是软姐说 他不想做你的金丝雀 他想做我的谢太太 谢衡丝毫不畏惧他 是吗 乖乖 你真的这样说了 梁柯的表情满脸很利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这种语气软软太熟悉了 只有在床上把梁柯气疯的时候 才会出现了一期 软软后被起了一层冷汗 你在威胁他 谢衡道 这句话的意思 仿佛软软是他的人 他罩着 梁柯怒了 他拳头重重地砸向了谢衡的脸上 谢衡没有示弱 他眼底掀起了疯狂 丝毫不在意地擦擦嘴角 扬起拳头 狠狠地打了过去 两个身材容貌 伸手都一顶一的男人打了起来 丝毫不顾及脸面 软软目光空洞地摇了摇头 仿佛和他没有关系 他跑到了甲板上 纵身一跃 跳进了海里 死了 失踪了 逃了 当梁柯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的右半张脸已经全部是血了 血腥味迷漫在空气中 谢衡没有好到哪里 两个人都觉得是对方的错 梁柯不想打了 他眼底闪过了 他从来没有出现的害怕 他怕急了 软软死了吗 不 火药贱人 死 不可能 顾长风开车过来的时候 整个人的气场冷得可怕 他派了全市的搜救艇 死死地盯着甲板上的监控 监控中软软的背影 可以看出来他没有丝毫的后悔 仿佛跳海这个动作 他已经迫不紧待 仿佛排练过无数次的 三个男人疯了 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即便把整个A式掀开 也要找到软软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竟然没有痛苦 我甚至为软软高兴 他重生了 三个男人越发颓废 离奇的是 长风集团摊上大麻烦 梁柯的公司也有一些债务问题 竟韩我也好久没见 一个月 两个月 四个月 不知道剧情有没有走完 我甚至不知道 我怎样才能回去 会见到软软吗 还会吗 事情发生了转机 新闻上说 长风集团董事长顾长风 和谢氏金融发生矛盾 顾长风深夜故意飙车 伤害了谢衡 把人给撞伤了 与此同时 梁柯拧锐地发现了 软软被谢衡关在了家里 原因就是为了报复长风制药 谢衡他不爱不喜欢 只是利用 只是报复 太疯狂了 这是一群疯子 一群彻头彻尾的疯子 软软回来了 因为是他主动跳的海 他想离开他们 而男主们意识到了他这个年头 每个人都气得发疯 他们白天关在软软 晚上会变成一群魔鬼 疯狂折磨着软软 软软变成了笼子里的一个金丝雀 梁柯和顾长风为了让他听话 会每天在他的饭里面加一点药 让人乏力 浑身没力气 如果他不吃饭 只要让梁柯和顾长风这两个疯子稍微不满意 就会给他注射一种特别的药水 而我无能为力 我没有办法帮到软软 因为我现在只能在一楼打扫 根本上不去二楼 MD 该死的男主 观人的时候知道家里去人手了 软软回来后 我没有见过静寒 他像是人间蒸发 顾长风和梁柯也便越来越忙 我只希望累死他们 公司赶紧倒闭吧 这两个混蛋 7月份的某一天 距离软软回来已经28天了 他以死相逼才见到了我 他脸色太过于苍白 眼睛灰暗暗的 看到我时才有了那么一点光 他站在阳台 闭着眼 靠着墙 好像从墙走到了阳台 已经花了他的全部力气 我跑过去 抱住他 我只会哭 只会哭 他特别轻地拍了拍我的手 唇角艰难地勾了起来对不起 好久没有给你做蓝莓饼干了 我哭得视线模糊 别这么说 不着急 我记着 你身体好一点的时候 教我做好不好 我只爱吃你做的 软软笑着说好 他继续和我说 处云医生是个好人 只不过现在 他已经回了云南的老家 如果你不介意 心情好的话 可以去云南旅游 就当做是给他一个机会了好吗 我打好 又陪 他晒了好久的太阳 傍晚 橙红色的夕阳染红了天空 漂亮极了 深夜 一声绝望的吼声 喊醒了所有人 温热的浴室内 血染红了浴缸和地板 软软躺在了浴缸里 白色的连衣裙被染红了 手臂上是触目惊心的伤痕 血液浮动在水面 软软死了 我晕倒了 在很久之后 我想起一句话 他是胎在荆棘里的玫瑰 他从未离去 他只是浴血重生了 他去了云边 那天的晚霞就是使者 故事来到了尾声 后来呢 后来呢 书中的那个笨蛋女仆 到底有没有和楚云在一起 是有陆宇问 我 没有 女仆始终没有勇气 他变得不敢开始新的人生 那那几个男主呢 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我忘记了 糟糕的事情要学会忘记 这本小说到底叫什么呀 为什么作者把川书 写得这么精彩 又这么遗憾呢 我很久之前的书了 名字我也忘记了 但我想 人这辈子 一定要因为什么人 而勇敢一次 陆宇说写得很好 忽然某天我下班回家之后 看到了一家甜品店 明晃晃的几个大字 今日招牌 蓝莓饼干 我没忍住买了一盒 吃了一口 忍住了酸涩的泪水 小声说到什么时候回来 给我做蓝莓饼干啊 阳光打了下来 背着光处 一个男生温柔的嗓音 想起蓝莓饼干 我也会做 你要尝尝吗 随后他继续补充 笑着说好久不久 我正式地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你好 我叫楚云 文章已完结了 宝子们上点关注下点赞 生活过得越灿烂